大家好,我是酷奇 今天要来使用的是火天使ウリエル 看到蛮多人说他是横排结榜的受害者 也确实真的太多了 而且还没有什么使用的机会 不过这一次不是要用他的结榜 要来看的是攻击觉醒 超强的打手性能 而且还要看到有攻击type 以及石康布强化 这个不能不放到炭治郎的队伍玩看看吧 所以这一次 要把火天使的攻击力保卫到极致 挑战一下李修罗 那么就出发 GO 上次我使用火天使的印象 好像还停留在四君子 就是需要用那回复type火属性的角色 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跟我一样 这一次他超转身之后 性能变得还蛮突出的 特别是在炭治郎的队伍中 这一次的编程也跟过往蛮不一样的 因为ウリエル本身只有两个SB而已 可以把贸易伤放进来也凑一下SB数 那搭配迷豆子的技能刚好可以让两边的队长变身 然后也可以让大家看一下这一对 横排火力有多强 而且这一次刚好有两个横排 不过这边 就也没办法拆了 来看一下 随随便便就能够到10combo 这样子ウリエル的火力有到19亿呢 也太高了吧 而且还没有什么强化猪 如果有强化猪的话 或许一横排就可以打到19亿也说不定 我发现我刚刚的发言可能太乐天了 应该没办法打到那么高才对 这一次横排叠加的量也不过8格而已 强化猪也没有输很多 所以我觉得能够打到10亿应该算不错了吧 然后好友的装备是炎柱的武装 还有一个80%以上强化 所以两边的攻击力其实还蛮相近的 不过我自己也是第一次使用 所以我们看一下之后的伤害会怎么样 可是我觉得ウリエル没有附属性这一点还蛮可惜的 他自己的能力值稍微有点低 在110等的时候血也不过4000多 攻击力算是也有4000多 但还是比炭治郎低了一些 而且这一次转转的地方好像也不大好看 2 3 4 5 6 7 8 9 再一个 有 其实还蛮稳的 加上炭治郎的1.5倍加成 好像真的能够打到10亿上下 不过我觉得ウリエル的技能就稍微有点偏弱 虽然说能够转成火珠 但另外一个效果是HP回复嘛 也有考虑把ウリエル放到魔狼队伍里面 只是血真的好少哦 或许真的哪一天未来有机会 用到他的横排结帮也说不定吧 但不是现在就对了 十只 贸易伤这一次的潜在觉醒 是防邪魔 所以在这边用掉的话 等一下在TotoSotis那一关可能还要再存一次 这边先靠附属性 为什么我听有些玩家说这里可以靠炭治郎的附属性 把敌人的超根性后打死啊 我自己好像是试不到 还是要放一些有附属性然后又有机械杀的打手啊 说到附属性我就想到最近 三本不是把梅诺亚另外一个形态只有附属性吗 好像没有什么意义耶 好啦那可能是对于没有梅诺亚的玩家像我一样 没有什么感觉吧 好像就是刻意做了一个色维版本出来而已 只是啊炭治郎这个队伍真的是打完第二关之后 就能够一直顺利打到最后一关去了耶 血量也多回复力也高 然后攻击力又高 这三大要素集结在一起 其实会觉得之后的合作没有到这种强度 会觉得好像不值得抽的感觉 迷斗者的2技可以不用存到 所以等一下我们先开掉好了 所以这次周刊少年Champion的合作 大家会去抽吗 其实过往我对这个合作的角色了解就不是很深了 然后又没有我喜欢的类型 所以可能会略过吧 相信大家在这次的鬼灭合作应该也是花了不少钱 所以稍微真的该让自己的荷包军休息一下 编程上面啊 我一直在考虑到底要把毒凑满还是把防暗凑满 其实我觉得应该是要把毒凑满才对 两个优先度的话 如果有把防毒做好的话 至少在机械关卡敌人转毒的时候 我们这边版面比较不会受到影响 其实最糟的情况我觉得两个不做都没有什么关系 反正炭天狼在开完技能之后 也可以用牧师的方式来了解四颗的火珠在哪里 这怎么消应该都消得到 对耶 那想想好像好像都没有差别了耶 里面就塞一些攻击强化的绝情就好啦 这样好像也不错 这样在这边我就会刻意的稍微把一些火珠留下来 以免等一下下一关有需要两次贯穿的敌人 如果是两次贯穿的我就卡掉哦 不然我觉得他一直出的好烦哦 不要目属性的不要目属性的 在这边贸易伤会吃到五回合 所以说在前一关可能要先让贸易伤跳起两回合之后 再过来会比较安全 只是炭天狼这个队伍 真的把很多时攻击特化的角色放进来都很合适耶 这样是下一个活动 不是刃牙 啊刃牙是二体哦 感觉把刃牙放进来也很好玩耶 但是下一次的合作好像有可能能换的角色很少 就觉得好可怕哦 扯回刚刚的话题 虽然说有说到里面大部分的角色都不知道 但唯一知道的就是乌贼娘而已 以前曾经看过他的动画 我也忘记为什么要看他的动画耶 就觉得他的人设还蛮有趣的 所以里面唯一有爱的好像就只剩这只角色而已 其他的就是看外观吧 这里的话也不用特别做贯穿 你就一样横牌收好了 因为我觉得啊 在有横牌叠加的情况之下 其实刻意做贯穿的话反而会火力不足耶 这应该就是属性强化厉害的地方吧 整体都能够提升 15亿 打超多的 再K一次 我觉得这个编程最可怕的地方 就是没有访问队长 所以说换到贸易商的话很可怕喔 不过钻石龙应该是蛮少出来的啦 超扯的 这个flag力太满了吧 不过我记得啦 在有单减轻的情况之下好像是撑得住的 先来看一下吧 撑不住就算了 运气碎到爆耶 撑下来 YES 9万 然后再看一下探长的技能 回复力上升 不过我不确定 如果版面只剩一串的话 回不回得来喔 先打好了 然后也没有攻击力嘛 貓易商根本就没有攻击倍率啊 好 先来看一下这样消能够回多少 看起来还可以耶 但是如果 好像没有一串以上的话会很危险喔 超刺激的 先把版面抽到最大 9万应该可以吧 你看天助我也 就是不要让我死啊 很好很好很好 再 再撑一回合就好了 快点回合 快点回合 而且真的回复有匮乏的话 至少还有倒计的技能可以开 应该撑得住 很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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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最后一回合 再最后一回合 然后 保险一下 因为只有四颗而已 这一次如果有回满的话 就是我的胜利了 哎呦你看又是天降 よしよしよし 哈哈哈哈 炭治郎真的是超强的啦 本来还想说把乌利了放进来 血量会比较少的 但是这样子凑满也有18万 难怪撑得下来 超强 来吧送你两盆牌 让我们的乌利了 打出21 打爆你 哇 已经心满意足了 打这边超爽的 第一次看到变成贸易伤 还可以活下来 过往这一队如果没有放炎柱的话 需要很多很多的火珠 但这一次呢 只要做两个横牌 反正就可以直接打到顶了 已经什么都不怕了 火天使 讚 本家的角色要有这么突出的攻击觉醒 真的是很难得 不枉只要有三个combo强化 就已经算是救赎了吧 只是阿 乌利了他的那个三个 红牌结绑到底要干嘛 真的是要硬推那种奇怪的 潜在觉醒吗 这一个我就真的不知道了 而且倒机虽然说没有做贯穿 但刚刚的伤害好像有看到21耶 所以杀手的火力还是不能小看 那如果要放炭智狼的队伍 妹妹在有SB的情况之下 好像不用放也比较好耶 因为妹妹如果真的要有火力的话 其实还是需要有个贯穿的 所以严格来讲 好像炎柱放进来也还是不错耶 然后没有天降 对炭智狼的队伍没有什么影响 这边真正比较讨厌的 还是那个转转吧 所以说乌利了是否要在这边使用抗转转的 这真的是一个疑问耶 而且那种潜在觉醒也还没有正式的入手管道吧 你要我硬去装在一个角色身上 真的是不大适合耶 需要贯穿的这里 效果好了 偶尔编程上面会把一些埃及的手势给放进来 有玩家问说到底静夜龙这只角色什么时候才会复刻 目前还没有消息耶 我个人是还蛮希望他们把这种角色放在这个地方啦 七星龙都已经出来了 难道要等到另外一个里魔狼 才能够拿到静夜龙吗 我真的觉得这个设计超奇怪的 照理说如果有本家的装备的话 入手难易度应该要比较偏低吧 不过这就不是我可以去理解的了 而且我这边的七十都不知道多少个了 我完全不知道拿来干嘛 下妹 下妹这边 直接开掉好了 反正用也用不到 最后会用到的就只有暗属性的梅诺亚而已 然后看刚刚的火力啊应该也是一个横牌就OK了 然后差点出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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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是乌利亚的火力真的是比我想象中还要高太多了 只是要使到他的超觉醒好难哦 五选一 超痛苦 梅诺亚的话先慢慢打好了 啊 虽然还是横牌的火力比较高 果然还是横牌的火力比较高 再来是什么属性的呢 暗的 暗的话只要一拳打到木属性的话 應該是還蠻簡單的 而且貿易商的2技也存到了欸 我們還有一個2倍增傷加2回合加速 所以先把盜機的技能開掉好了 然後再看一下炭治郎補一下版面 最後再看一下貿易商的2技 增傷加加速 不過版面應該是不用再... 應該是不用再補珠了 火珠還蠻多的 2、4、6、8、10、12、14、16 這樣嗎? 這樣比較好嗎? 我覺得要做橫排欸 秒數超長的 隨便轉都可以 來吧! Go! 直接看一下這一隊的最大火力 好啦幾乎都21億啦 剛好打到一半以下 然後再開... 彈杖的呼吸 不是彈杖的呼吸啦 彈杖的技能後 再開豬的呼吸 彈杖的呼吸是什麼 阿隊友沒辦法轉版面 因為版面只剩下回復和水了 恩... 難得我們就做個貫穿吧 反正體驗現在是目主性的 應該怎麼打都打得贏 單純做一個... 貫穿 不然我覺得... 倒機好像沒有什麼出場的機會 來吧!就這樣子 已經消得超隨便了 但還是有10combo 一開! よし! 李修羅順利通關 我覺得近期 不管是超轉身也好 急醒也好 本家角色入隊的機會 真的是越來越多了 終於不像以前啊 被人說是什麼合作拼圖 我覺得是很好的事情 但要完全取代合作角色 應該還是很難啦 有炭治郎的玩家 建議玩看看火天使 會發現不一樣的領域 喜歡我的影片 希望能幫我按讚和訂閱 那我們下個影片再見 掰掰